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蠻有名的 算是異識問題 就是說現在夾一開始第一天登山 8點登山12點到山頂 那隔天呢隔天他這時候 8點下山12點到山夾 就是說想要去說明一定有一個時刻 在路線上的某一個點也就是說相同的高度的部分 他們怎樣 他們這時候是同一個時間 但那個時間點在哪邊不知道 但是我們一定說一定就會有一個同 一定有一個有一個同一個時間 他們他們怎樣他們的高度 他們位置高度是相同的 那這題呢其實就是我們再把那個 剛剛的堪跟定理再來描述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堪跟定理 那尤其是這個推廣形式的這個堪跟定理 那從圖形上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想成我們現在 它把它想成是一個 時間跟高度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這邊這個這裡是我們的時間 那這裡就是8點 這裡就是12點 那一開始呢第一天的第一天的路徑就會說 一開始從山腳 那這裡到從山腳走到這個走到山頂 它可能有快有慢 那第二天呢第二天反而是從山頂出發 就從一樣這高度出發 那走到這個山腳 那走到這個山腳 所以中間就有一個時刻 對他們是等高的 那其實呢 時間點喔 只要有重疊就好了 不一定要怎樣 不一定要一樣 所以像這邊呢我們也可以第二個就是說 這是8點12點7點10點 那我們中間我們就抓8點跟那個重疊的部分 10點 對好 所以第一天怎樣呢 8點的時候它剛出發嘛 對但是到10點喔 它可能是3 它可能10點還沒到山頂 山頂再繼續跑 但是我們就知道它到10點的時候 它還沒到山頂 好山頂可能在這邊 那接下來呢 好 移的話呢 移的話就是 一開始怎樣 一開始是從這3點 從7點就出發了 那接下來就一直走一直走 那7點不知道走哪邊 對 7點6 它可能一開始走很快 對 那接下來呢 11點才到 所以後面就慢慢走 後面慢慢走 但是中間呢 一樣喔 就是還是會有相交 所以只要他們的時間有共同的 好 不管它什麼時候出發 什麼時間共同 他們就有一個時刻 在這個時刻裡面呢 他們的高度是相同的 好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堪根定理的應用 好 那 有時候你這樣寫喔 其實 你去看書啦 它有時候就會換一個方式寫 有時候你一開始會看不太懂 它就說 我們現在就叫一個H 這個H叫做什麼呢 叫做那個 呃 假設第一天叫做F嘛 第二天叫做G 所以 他們的高度差 就是F 減掉G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去看H 例如說8點的時候 我們以第二小題來看 8點的時候呢 F比G小 所以F8是小於0 但是呢 今天如果去看那個 10點的時候 10點的時候 那個 因為F5已經到三頂了 這個有沒有到三頂 我們不知道 但是 這邊的話 我們就知道它至少是大於0 所以一負一正 就有一個根 但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從圖形上來看很自然啦 如果你要把它寫清楚 很清楚的說明你是用堪根定理 那我們就是把它變成 相減跟大於0跟小於0的情況 所以 所以 看很自然 那 他有一些 蠻意外的一個推論 就是 上山跟下山 只要時間 過程有重合 對 那就有一個同一個時間點 有相同的高度